以云迪嫖娼被抓 最多被关15日 罚5千 21日晚 朝阳警方发布消息 朝阳公安分局接群众举报称 有人在朝阳某小区卖淫 对此 警方依法开展调查 将卖淫人员陈某会 嫖娼违法人员李某迪查获 经审查 上述人员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均已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行政 无法天律师表示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6条规定 卖淫 嫖娼的 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居留 可以并除5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轻的 处5日以下居留 或者500元以下罚款